共军的围倒军演还在进行当中 那我接下来直接请教这个帅化名帅将军了 就是来看看解放军的战略 因为他们呢直接认为说这次的台海演习 不仅逼退了培洛西的专机绕道 也将雷根号逼退了 可是雷根号不是又要回来了吗 但是呢这次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孟祥清 他提出了四个首次 他说实现了四个首次 首次离台最近 首次对台合围 首次在台湾以东射实弹射击靶场 首次火力试射穿越台湾 他们认为解放军的援火系统射程非常远 可以覆盖台湾全岛 好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刚刚这个雷倩雷姐有特别提到 他也很忧心的一个部分 好那换句话说呢 这个他们直接喊了 这话很呛 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 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想打哪里就可以打哪里 那台湾呢 台湾我们现在除了尽量不要再刺激对岸之外呢 我傻眼的是为什么军演 军演已经提前跟你告知了 结果等到军演开始的时候呢 你才开始说我们会有一些反制作为 所以这个东西就他的说法 我们把这个梳理一下 好 中国大陆的战略目标 对台的战略目标 是以战逼处谈 谈来求和 那这个问题这些行动 在他国家的角度来看 是拿这个手段 因为基本上 对同文同种的中国人 你说直接宿足武力 后遗症也是蛮多的 那么你不肯谈 那现在要逼你谈 至于他讲的这个 把雷根号逼Toy 这个绕道 对 我讲难听一点 你跟美国之间早就达成协议了嘛 对不对 这个是大家 前几天大家都在猜谁是胆小鬼 那就逼着中美两军的军力要对碰了 结果我就很早在节目就讲 现在前几天的热线电话 那不知道谈了多少次 这些路线的规划 他的军演 各自表达的方式 都已经向对方讲清楚了 要不然裴洛西不会那么 和和平平跟安全前的 到松山机场落地 后面呢 他讲这个目标 四个目标 那叫战术目标 战术目标 不是战略目标 什么叫战术目标 逼台湾最近 对不对 对台这个什么 这个包围实弹设计 战术目标是要支持他的这个军事的大战略目标是什么 让你以战逼合逼同 这样我们这样讲大家就清楚了 那战术目标是不是达到 是 因为台湾从这么多年来 没有真正看到这个很真实的威胁 而这些威胁呢 他又不是一时到位 他只是做 我讲嘛 上九席前面的前菜 让你尝尝 让你浅尝 而且解放军动员的数量都是精品而不是靠量的来 那靠量的话那是可能真的要打了 他有几个好几个目标 第一个让台湾感觉到 你以前讲的什么中线 领海了 领空了 国际航道了 他统统给你否认掉了 我们大家前面大概很多人都解释清楚了 你什么海峡中线 我中线里面就摆一个大演戏区 你什么什么航道 你这样对外做生意进口 要东西在你所有的水陆航道 不海空航道全部给你封掉了 那如果时间一长呢 那我们要去想想 那就让你去体会一下 所以这个就叫做锁台 锁台锁台可以造成的效果是什么呢 穷台让你长期处在一个贫困 极寒叫迫的状况 所以他武统根本不废一兵一卒 对 这叫兵不学忍 但是这个种下的后遗症也是蛮大的 那台湾老百姓没水没电 没吃的没喝的 给你搞几个月 他会心服口服嘛 所以这个重点不是这个 那后面那个有点耀武扬威嘛 哪里你是逼退雷根号 雷根号不走对你中国大陆也没有威胁嘛 你就是一条船嘛 四十几架飞机嘛 你能怎么样呢 但是我们担心的就是说 九六飞弹危机的时候 它的实力不足 你看这最近二十年 二十五年 我们以前面对的什么米格十三 米格十五 米格十七十九 现在到了三十五 三十五 那千十 千十一 千十四 千十五 千十六 前二十都出来了 那问题就是对台湾造成的威胁 所以连我们国防部都不敢讲实话了 飞弹有没有飞游上空 不讲 那还要等到日本人来告诉你 对不对 那这个武嚇的效果呢 它比不上九六的效果大 因为九六啊 是长期安定的状况之下 突然来这么一下 那民间的反应程度 跟我军方的反应程度都不一样 我那个时候在作战次长是对整个演习很清楚 我们那个时候担心的是平潭岛的军演 而不是飞弹 那我怕他这个夺取我外岛 所以那个时候参谋总长罗本利 一个礼拜有五天在外岛 各个外岛跑 不是跑一次 不停地跑 那时候我就问他你跑那么多次干嘛 他说你们没打过仗 他在大陆打过那一仗 军队在战争爆发的前夕 是最恐慌的 他要稳定军心 幸亏那个时候我们也展示出来 国军在外岛的部队 连遗书都写好了 非常坚定 遗书都写好 都写好 做单准备很充分 我们每天有船都往外岛去送 那这一次问题呢 你看看这个演习 不是三天两天能够做出来的 我们自己搞演习计划 还不清楚吗 是 对不对 他这里面你看发动的东西 除了东南沿海的这个 就是东海这个战区啊 它的东西以外 它也有南海的飞弹也可以啊 浙江的也可以啊 江西的也可以啊 这几个飞弹发射的基地 跟打到的距离 它能展示我飞弹的射程 可以从短的一直打中的 打到长的都有 那这三天的演习 中国到底有什么收获呢 你不 譬如说我们东边 对这个 这个花莲 那个蓝玉这边呢 它是警告日本啊 你的石环岛 你的骨弓岛 你的骨弓岛 你美军驻扎的下地岛 都在我设计范围之内 这个地方可能没有什么飞机啊 什么船舰的这个 它有情报船 它要干嘛 它要检查这个飞弹 是不是按照预期的精准度 能够打到那个点 打到那个点 那你就对人家的威胁 就比较大了 第二个目标 就指定你的加山基地 跟花莲的机场 因为东部 我们不会摆重兵 各位观众去过 舒华公路就知道 那是悬崖绝壁的一条路 大军是没办法展开的 但是它要破坏你 加山基地的跑道 让你的空军起飞不了 对不对 就第一个就扮演了 第二个我觉得 威胁比较大的是什么 可能一般老百姓 不太注意 福建沿海的火箭弹 火箭弹 以前是几十公里 现在几百公里 那换句话说 它不要用船 就在岸上就可以打 这个打 大家因为火箭弹嘛 你有什么了不起 我告诉你 对我们西部 所有机场的跑道 全部合理 一个它便宜 对 第二个你拦不住 它小 它不是那个导弹 对 第三个呢 它可以上千发 数千发 那我西部所有的 跑道被砸烂以后 西部的空军等于报废 报废了 打仗啊 就在决战的结构眼 三四个钟头 你不能到位的话 这个仗就输了 不是说时间很长 它就看你的节点 在我攻击的最紧要的时候 你空军出不来 这个威胁很大 这个我一再在电视台 一直在提醒大家眼睛都看到什么 什么区 520的大区了 航母了 我觉得那个不是 在台湾来讲 你没有空游就没有海游 没有海空游 你只有摊岸决战了 摊岸决战打不通 你就是城镇作战嘛 那就老不幸死伤就很多 这个威胁 我讲多了人家说 你在恐吓台湾老不幸 所以我想这件事情 我们也许市面上 还没有 还没有这个恐吓到那个程度 我也不希望他恐吓 但是军方的问题就很大 因为你面对的敌人现在 武器装备比你超过太多倍 所以说你找不到千二十 那是不是它隐移效果有效呢 我不知道 但是你这么多机种 你可能老不幸不知道 习近平在2018就宣誓 而且责令解放军做大训练 大练兵 2018到现在已经四年了 你说他完成没有 至少他初步三军能够一起亮相 借这个演习来验收 因为你换飞机 我们以前换幻象 那时候唐飞在主持这个 一个机种的调换 我们去接幻象的 那都是成熟的飞行员 要两年时间 不是说你会开飞机就会打仗 link up 通信 联络 这个飞机掌机 聊机 编队 什么东西都 那不是一天出城的 所以我估计 解放军他这个从大练兵到他能够磨合成功 一共要花18年 现在已经搞掉4年 所以他借这种演习 又达到政治目标 又达到威吓目标 也达到练兵目标 我讲这话 你各位回忆一下 去年搞了这么多次共机绕台 他哪里是同一个单位同一个飞机啊 不可能 他全国的飞机跑到这边来练啊 对 练兵 对不对 那今天还有一个我担心的是 两岸之间很多军事上的末期飞速 完全破坏完了 你看他这几个动作 内航人一看 还有海峡中线吗 是 还有ADIZ吗 还有这个 这个不超越领空吗 他现在有的演习区已经在我领空之内 你不要讲12海里就是19.4公里 一海里等于1.6 那已经到了我禁岸 这个时候 让我们国军就很难掌握了 你到了我领海 我有反制 你拿什么反制 你敢不敢反制 你要不要反制 而且将军以后像这样子 在我们家门口的这种围导演习 就接二演三了吧 这个就看两岸的回应 跟美国的回应 他一个军事演习花这么多钱 人力物力 他总要达到目标 第一个你美国怎么样 你说雷根号 你是不是要再增援过来 那我今天四天结束了 那以后你能不能保证我不来 我跟你讲 美国的态度非常清楚 他花了将近一亿美金 为了裴洛西 你想想看 一条航母四五千人 还有三条大船 还有关岛跟琉球的这个 做第二波资源的飞机武器 他花以为已经是保守孤独 但是他表现的态度 是不是在维护台湾 你看很简单的 他把主要兵力调到第二岛链了 台湾已经变成 将来两岸战争的时候 我们是个孤岛 孤军作战 所以这个东西 这次演习对我们国军的干部来讲 那真的是非常的担心跟忧虑 你做还是不做 做到什么程度 开第一枪 你又是总统跟博方部长去掌握 那我的飞行员 那个生命是不是要挨了一架 被打掉一下 我才开始反制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是让国军非常两难 非常两难 现在这个只有唯一获利的是 民进党的政治选举获利 年底的选情 但是这个选情获利 带给我们的是 常年的威胁跟恐惧 威胁 是 那可是对你说 中国大陆解放军来讲呢 刚刚将军已经讲了 其实你说这个四天的围岛演习 对他们来讲一举数得啊 而且一方面呢亮刀 一方面也练兵 的确 我们来看到解放军呢 这一次出动哪些呢 包括传出东风17飞弹 这个最大的射程 2000公里 最高速可达10马赫 不要说还可以携带核弹头 好那另外呢 还有中国海军首款安装 主动向位阵列雷达 和垂直发射系统的驱逐舰 好那这被吹捧是中华神盾 好那以及呢 我们来看到这一次 哎呦 美国军事专家说 在台湾东部外海 观测到一个神秘的长条物 就是疑似解放军林物行的驱逐舰 那有专家说这一次的演习 首次组织航母编队威褶演练 建构了海上立体作战体系 安排了核潜舰来配合行动 好那么另外呢 还有就是刚刚特别都 队阳君还有雷倩雷姐 都提到的这个远端的火箭炮 好这个火箭炮 使用了300毫米的火箭弹的射程 超过150公里 使用更大口径火箭弹 射程可以达到300到400公里 好所以已经 现在看起来 看得出来是已经精锐进出 是不是 他们要演练最新的武器 所以在秀肌肉的同时 一方面也可以威褶美日 那同时测试底线 兵哥 其实他们平常也就在练 刚刚率天上就跟你讲 他在绕岛啊 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在训练他的部队 老公有这个传统啊 之前他在打中越战争的时候 中越战争打完后来 他们两三战役 是用全国各地掉入军部队 一个一个去轮着打 大家轮流打 就是训练 就是这样的 那他现在也是用这种态势 那过去他们训练 因为两岸之间 毕竟冲突没有那么深 他也怕他的训练 过分刺激我们这边 那双方会插枪走火 所以他还是相对克制 尽量不会越过台海中线 那现在既然大家撕破脸 那就没什么好讲 以后没有台海中线这种东西 也没有什么防空识别区 那你的林海奇 他根本就不承认了 所以他以后就是 他的训练目的就是 完全针对台湾的训练 就他将来他预备 万一他们不成 真的要巫统的时候 他要怎么夺岛 他要干什么 他就开始做这种想定 就直接训练 而且这一次不用去找 什么模拟啊或干嘛 我直接就 就来 我直接就在你这附近做训练 这样的经验是最真实的 所以对他们来讲 就一定会去这样做 可是问题来了 他这样子有威吓到美日吗 我必须说 其实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认为 不是威吓不威吓的问题 而是美日一开始 就没有打算 要在这个事情插手 哈哈 没错 因为 帅文君刚才也讲了 等一下那我说一下 没跟浩说要回来了 说现在要回来了 他们会自己 留在台湾周边监控情势 你仔细听他讲 白宫今天才有人发言 他说我们持续对台湾的支持 我们几周内 就会派军队过去 几周内 那军演刚好结束之后 就会来了 他就是等他结束他才要来啊 结束之后就来了 就是这样子啊 他演习的时候我就走啊 等他走我就来啊 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那以后你就会看到 台海周边 常常会出现这种状况 那个解放军走了 美军就来了 解放军来了 美军就走了 就这样 那谁倒霉 是我们倒霉 我们倒霉啊 我现在最担忧的是什么 你知道 因为我们国军过去的配置 你要知道 现在军中 你不要说是演练训练什么东西 你光是基本业务都做不完 那如果 美日天天这样搞 对 我们这些私兵受得了 我们要增加多少人力 才能够去应付这么繁重的行务 你总要捡事吧 你总不可能说管他放烂好 我们大家躺平吧 不可能这样 你这样长期下来 你的人力怎么可能充足 我们现在只有十几万的军队 那未来是不是 势必要重新恢复真兵制 不然的话你人力根本不够配置啊 那但是问题是哪个政党敢这样做 我真的很怀疑 蔡英文敢吗 或是国民党未来有机会执政 国民党敢吗 那台湾就要一直面对这样的状况吗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会越来越疲惫 到时候越来越 军队的士气反而会越来越差 那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像火箭弹这个东西 基本上你没办法防御 你没办法 因为你不可能 什么 这个东西是 你不可能拿那种什么爱国者 什么去跟他换那疯了 他比你便宜太多了 对 而且你也没办法他数量太大 麻烦 那请问一下 假设我们这边都放掉 刚刚帅将军先提出了 其实一个最大威胁对台湾 就是火箭弹 那更早一点的时候 雷姐也特别强调 他很忧虑这个 那现在兵哥你也讲到了 因为火箭弹真的没办法 太小吧 对 而且他射程现在这么长的话 基本上只要中央山脉以西 全部都是他的打击范围 他有GPS导引 对啊 以前火箭弹最大的缺点是射不准 他是用面积涵盖 那现在有了GPS以后 那我担心的是 GPS那种比较贵 所以他一定是精准打击 你某一些重要战略目标 他用那个 那其他就是整个面给你撒下去 那因为老共本来就是 就是撕成俄国大陆军那一套 所以火箭弹的发展 一直是他们重中之重 那现在他把它发展到 这么长射程的时候 他这一次故意哦 你看他这一次故意海峡 过去的海峡中线 他故意把它射到 超过海峡中线一点点 其实就是告诉你 我有能力直接打到你的岸上 只是我现在克制不这样做而已 那未来怎么办 那火箭弹你们要办法防啊 什么军舰也没有用啊 什么防御设施也没有用 那我们是不是要重新 像以前金门的防御一样 我们要挖碉堡 只有这招也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过去其实 如果像我小的时候 有记忆的人的话 其实以前我们沿岸 全部都是碉堡 你去每一个 那时候海水浴场 看都是碉堡 那现在是不是要重新 把那碉堡挖 挖起来 重新把它疏通 重新把它 让它能够在里头 有做战备啊 但是问题是 你有没有这么多人力 去做这件事 有没有这么多经费 去做这件事 所以这个问题大了 都是问题 你要知道 没有海峡中线之后 我们整个战略要重新改变哦 你整个防御的态势 全部完全要改变 那美军现在的态度 跟日本的态度 你想想看这次是演习 他们两个都袖手旁观 直接跑掉了 那真的作战 他怎么可能会来 而且以老共这次 飞弹打的精准程度 其实他在告诉美军 你要来 假设你真的敢来救台湾的话 你自己要先考虑上 你会不会被我的飞弹打中 所以他们要 就算要来 就算他真的要来 他大概也要谨慎小心 一直不断的侦测 慢慢慢慢站过来 这要花多久时间 所以 我们很显然 会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只能靠自己 那请问你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要应付这种态势 那如果你 我们的国策就是要跟对岸 针锋相对 就是从这个游开始 就让大家彼此敌对的话 那我的建议就是 赶快回复征兵制 然后重新花大笔预算 把其他的社会福利啊 教科文啊这些全部都排除掉 赶快重建军费 那如果以这样的比例来看的话 我们的军费恐怕到百分之十以上 恐怕都不见得够 对是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 联电荣誉董长曹新成 他宣布要捐出 30亿台币来协助台湾国防 那他说呢 都不为民不为力 对选举对政治没兴趣 单纯只是厌恶中共的谎言和暴力 中共本质是流氓地痞 台湾统派想要统一 要与黑社会统一 要与统派划清界限 他目前初步的想法就是 会以资助奖励个人或团体 来办理这样的一个活动 第一推动全民国防教育 第二研究出版 反制中共对台认知作战的专书 第三办理揭露中共对台 威慈统战渗透相关讯息 第四开发辩识会追踪溯源 反制境外敌对势力对台 散布争议讯息 第五开发反制中共对台网工 以及一些侵害活动等等 好所以他说呢 他捐助了30亿台币来协助国防 因为他说1亿美金用来买武器 没有多大的意义 好这番言论呢被网友骂惨了 那有网友就酸他说 你先放弃新加坡籍啊 还有人讲说假爱国人士均 均购回扣少拿不就不止30亿了 还有说钱不必捐了 只要搬到热山雷达旁边 就相信你爱台湾 还有人呛 那些有钱的台独 特别是那些在海外有资产的 有钱台独 经常满口台湾价值 此时此刻我先请教这个教授 怎么看曹新成董事长呢 他的这番言论 我觉得现在的台湾最不缺的 就是煽风点火了吧 我在几天前也曾经听过他的演讲 那时候我觉得还是 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所以他言论还是比较温和 但最近的言论你可以看到 他跟民营党核心的这个言论呢 非常接近 所以难怪网友是对他痛骂不一眼 而且呢他自己是新加坡籍却的 却这么表现得很奇怪 让人家觉得他是不是跟民营党有很多的利益结合 好就算没有利益结合 他这种言论也很 尤其是有故意挑衅两岸矛盾 故意让两岸的升温 这是非常危险 你看蔡英文今天报上登的她的 我认为是哀鸣 没有能力 她今天要开始跟中共来对话 但你2010年的对话 开始从国庆开始 到去年的元旦到去年的除夕 她都是抛出三次感染枝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这一次凤梨事件呢 让所有的感染枝破功 大陆已经认为她是虚情假意 没有潮无诚意 你现在现在危急了 才说要对话 那不是笑话吗 所以说这个是不太可能 我认为大陆不太可能接受她的对话要求 美国也一直敦促我们要去跟大陆沟通 因为没有沟通是非常危险的事 蔡英文几次都没听到 包括我们的好朋友 Curt Campbell 也建议她过 在前年的视讯会议的时候 拜登快上来了 他开了一个视讯会议 结果蔡英文也不听 很多人 那连亲民进党的葛莱伊 邦尼·格莱伊 他现在是马歇尔计划的 这个亚洲事务主任 亚洲事务部的主任 也劝过她要沟通 但都没有机会 但是现在想要沟通 让人家觉得为时已晚 大陆也不会相信她这个诚意 没有诚意就不可能有的沟通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她愿意放 愿意恢复九二共识吗 不可能 连国民党都开始放弃了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 本来对大陆 对台湾至少 国民党有希望 但你看看现在 从这个 从本来美国的预测是 2025年到2027年 就是当民进党再度执政的话 那可能就是攻台的一个时机 那现在提早到18个月 那更就是选举之后 假如说是情况出现 民进党又继续执政的话 那就非常危险 那这个可能美国也挡不住 那时候也许美国 还跟中共有沟通管道 但现在这个态势来看 这个美国跟中国的沟通管道 什么时候会断 以前是有经济做压商使 那现在呢 沟通管道还是有 这次这个普洛西来台湾 就是双方沟通管道奏效 但是哪一天 中共对美国呢 不相信 美国以前都是 长期打台湾派 中共比较束手无策 那现在中共也能打台湾派 甚至呢 美国搞这个 刚刚讲的 切香肠式台湾 那中国扎入自己呢 就搞切香肠式统一 一步步进逼 我们看到这个 围倒的这个 这次的演习 它越来越 下次这次二十公里左右 下次十五公里 或者甚至 甚至进入领海 领空 那怎么办 我们这次真的 没有一点 可以说束手无策 经济上是束手无策 军事上束手无策 外交上更是束手无策 八个断交 八个邦交国断交 一点都没有 没有那种反弹 反应 所以这里面呢 未来台湾是 越来越危险 相信民营党继续执政 可能就更危险 对 越来越危险 可是越来越危险 此时此刻呢 曹星成董事长捐了 三十亿台币 说要加强国防 那这讲了一番 我觉得就是 我刚刚特别提到 三风点火刺激断的话 这个是爱国吗 这是爱台湾吗 这是害台湾吧 将军 你拿三百亿 他的身价应该拿出来 三十亿 在武器来讲 几发飞弹而已 对不对 对 那你这种刺激 会不会影响人家 拿更多的飞弹打你 我觉得于事无补了 大可不必 对 你要捐钱给国防 我是认同 是 台湾国军是很缺钱 对 但是问题不是 附加价值在宣示 你的这个立场 对 这些人呢 都是抱美国大腿 抱冠 我跟你讲 刚刚寒冰讲的一个 是人力的消耗 是 你有没有注意看到 一件事 我们的飞机啊 跟你的汽车里面 零件是一样的 你电瓶开个三年 就报废了 飞机的引进是有一定时数的 对 不只是飞官 飞行员 人养马帆 累得没有办法叫睡 我们的武器还没有打仗 就把你耗到说 堪用时间没有了 这个大家想到没有 台湾 大陆可以不出兵 就这种威胁不断 天天来半飞 你天天半飞好了 这个东西就造成我们主战兵器 就 零副了解就消耗掉了 第二个问题 三天 只是把各种威胁的科目 展示给你看 对 像一般老百姓 还不大只看 无人飞机也来了 嗯 无人飞机是现在 现代化战争 一个新加入的角色 而中国大陆对无人机研究 也不差啊 嗯 全世界的小 不管玩具也好 应用工具也好 大疆已经占了全球的70%的市场 对 你说它要改装成作战武器 多容易啊 所以将来面临的问题是 新的威胁 新的战法 好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爆美国大推有没有用 今天那个 我是不大爱看这些发言人 这些政客的屁话 什么 把雷根号留下 雷根号一条船留下来 就把台湾保住了 就算你留下来 你只是张个眼睛看看 我告诉你 真的打起来的时候 一条航母都不来 因为你的东风时期 是专干它的 而且它防不住 拦不住 它现在所有的拦截飞弹 都拦不住 使马赫的冲下来 你怎么拦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平常知道 中美不会爆发大战的时候 航母大摇大摆的 左边晃 右边晃 所以他说 等到真的打仗的时候 都退到关岛移中去了 所以 外交官的那个 那个话 我会不会不爱听呢 你如果被人家干掉了以后 外交官还有一句话 我都可以帮他写出来 对中共野蛮的行为 深表遗憾 这句话我先写在前面 所以放话 包含军方的放话 放横话 我们看这件事情 整个是中国 跟美国一起把台湾卖掉了 我告诉你 培洛西那个 那个绕个大圈 对不对 又绕个大圈 回去 中方也说 你看我东海舰 对南海的延续 已经成功的遏止了 为什么在晚上 如果白天的话 电视拍下来 谁是胆小鬼 不就曝光了吗 那晚上就跟那个 唱军戏里面 那个三叉口一样 两个人摸黑在那里打 谁也看不见 打没打我也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 大家看背后 以我是一个军事人员来讲 这么繁复的封海作业 绝对不是你一天两天 临时下的 早就有了 而且将军你说 美国日本 已经早就把台湾卖掉了 可是你知道 蔡英文总统 她把昨天 她自己PO脸书 她把昨天晚上出来 喊话的影片 她说我把它翻译成 英文和日文了 我跟你讲 每个国家 都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打算的 你现在范田那个首相 讲的是这些话 是不是代表 日本全国人民的意志 他的反对党怎么看 他的企业界怎么看 韩国也是一样 你连韩国总统都很聪明 选择一个议长 不见 休假中 休假中 外交部长也不见 外交部长去柬埔寨 所以这个规格降低 跟我们这边 这不是强烈的对比吗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我们抱大腿 真的 你学习菲律宾吧 学习墨西哥吧 对不对 他这两边还可以玩一点东西出来 对不对 你抱得越凶 大陆恨得越凶 恨意就越重 对 因为美国的最终目的是对付大陆 但是现在timing 双方的布局都没有完成 双方的时机也不到正式翻脸 所以你现在看 那些都是一个假象 对 两个大国打仗 不是下象棋 张头炮拐脚马马上出来 他是下围棋 这边布局 那边布局 这边拉帮接派 那边搞 搞基地 那边搞武器 他一定 他不是玩小国家 打中东那些国家 一个礼拜就灭掉了 对 你要面对中国大陆这种打法 还有俄罗斯在里面混的 那哪里是三天两头的 那我们被卖掉是吃早的事 肯定 不过这个蔡政府 蔡英文一定还是会继续抱美日大腿 那除此之外 我看到在刚刚12分钟前 他发了脸书 那他偷什么呢 他去美食展 他说这个 对不对 美食展恢复了 疫情阴霾散去 我们的生活步入正轨 但是呢 他说正常生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面对中国在台湾周边进行实弹射击演习 我们严正要求中国理性自治 国军也已经加强战备 从蔡英文到曹新成说我要捐30亿给国防 我们对这个他觉得买武器什么都不重要 那重点是要推动全民的国防教育 你兵哥怎么看 这两天网络上在吵一个话题 什么话题 老共驻法国大使说 如果有一天我们接收台湾了 我们要对台湾实施再教育 跟这个有什么两样 你也是打算要对台湾实施再教育 我不是一样吗 那老实讲 曹董愿意捐钱当然很好 当然 任何人愿意捐钱我们都感谢 多欢迎 可是说真的对曹董来讲 1亿美金真的太小了 我去过曹董家采访过 他家全部都是古万真品啊 哇 他上次一个碗就卖了快1亿美金 那这个 所以他其实捐了一个碗 是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子 他还有好多碗可以拿出来 所以 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真的没什么 那我觉得曹董如果真的要展现你的诚意 你放弃新加坡国籍 你发誓回来台湾住 对 就是这样 与台湾共存亡 那我给你束大拇指 那人躲在外面 国籍在别的国家 然后没事丢两个钱 而且这个应该还可以抵税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意义到底在哪里 要么多捐一点捐个300亿 300亿我相信他绝对捐得出来 我光是看他家那 因为他家两层 一层是住家 另外一层完全跟博物馆一样 光是那里头 我看就上百亿了 你知道吗 所以那个曹董是有这个实力 不用客气 那蔡依依依我就最受不了她 蔡依依 你神经病吗 现在是什么时候 人家还在演习 你的岛还被人家围着 你跑去美食展 美食展你会出现了 奇怪了 人家昨天在实战设计之前 中间之后 你结果你用录影的 你人不可以出来啊 你总统在关键的时刻出来 不是才能够安定人心吗 你直接让媒体看到你 而且你坚定也跟台湾民众站在一起 这样不是才是最大的宣传 也是最大安定人心的力量吗 结果你给我用录影的 你折轮司机啊 你躲在碉堡里头啊 是怎样 老公派人家追杀你暗杀你吗 还是你有人群恐惧症 不然的话你躲起来干什么 我都不懂 你美食展都敢去的 这个干嘛躲 还是美食展那个替身 你跟金正恩一样 所以这个总统到底在干嘛 我完全搞不懂 正常的总统 当国家陷于危难的关头的时候 总统 如果你要指挥大局 你以后考虑到人身安全 你应该在恒山指挥所 你怎么会在外面呢 你在外面到处跑什么意思 在吃喝 那如果你都这么放心 美食展这些东西都可以去 那你见面让记者访问 安定一下人心 让大家看到你真正的人很难吗 不是吗 这到底什么选择 我真的搞不懂 蔡英文脑袋到底在想什么 还是因为 现在只要面对记者 只要一回答他就会破功 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所以干脆不要见记者 是这样吗 当一个总统 连记者都怕见了 我就不知道这总统 能成什么事 那我还期待你去跟老共谈判 他不见鬼 请几个儿子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 当总统自己带头 挠成这个样子 你们过去不是说 抗中保台 要跟老共决一死战吗 讲的跟真的一样吗 现在人家真的亲门踏户 请问你们在干嘛 没有这次没有讲抗中保台了 这一次没讲 以前讲了很多年啊 就这一次不讲 这次为什么不讲 人家都亲吼我们林海投 照你民营党过去的料性 你应该直接冲出去跟他拼啊 不是吗 王八千 你们这些民营党这些委员 不是应该一个一个 去跟国防部要装备冲上检验去啊 人家乌克兰的前总统 不就这样演给你看了吗 带了钢盔带了枪就往前线走 虽然是假的 但是至少人家敢演啊 你们连演都不敢演 闹走一群嘛 我加一句话 以前你记不记得我们年轻时候 还有一个叫 献贱复仇运动 那一年军校招生满满的 那才是汉卫国家的决心 不是喊口号 对 那很多人就投身军中嘛 对不对 献贱复仇嘛 那是全民的一个捐献运动嘛 抗战的时候有 捐献也有 对不对 契业也有啦 那个才是团结 你实际参加嘛 我最值得珍贵的是 考军校的当兵的 那个才是实际 今天这些绿的青年 有没有一个愿意的 那现在我们目的精神也招不到 这个军校也招不到 这个意志 作战的意志 抗中的意志 你显然差太远了 将军 飞弹打过来 刚刚民进党 民进党中央发的消息是 中共飞弹进入大气层 大气层 不属于任何国家的领空 这个飞弹不会威胁领土 所以合法的进入 那中科院已经吹牛 无限高的飞弹到哪去了 现在三文了 听说被骂了吧 已经三文了 你现在不是无限哥吗 大新闻大爆挂 订阅靠大家 每日功课 开启小铃铛 转发补课 每天都要支持 大新闻大爆挂 然后轻松拥有五星级的享受呢 买这个就对了 因为它可以拌面拌饭 然后呢 你烫青菜加一瓢这个 或者是吃火锅加上一瓢 都能够增添你汤头的风味 好现在哪里购买呢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ode 来扫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购买 好